兩個變數,一個變數就是在原來的 我們只是在原來的1 im-page等於1 把它加上一個i i的來源就是這個for回圈 把這個for回圈1到57方的這裡 第二個的話就是 要去追蹤,本來這邊是1,把它andr 所以這邊就要加一個什麼,在雙引號外面 包一個andr 而且and前後都要空白 然後 多做一個邏輯判斷 兩重邏輯判斷,如果呢 第一次執行的話,裡面是空的 那它就是1 所以把1放進來 假如說已經放了,裡面有東西了 那之後就是向下追蹤 有沒有,and 錢瓜糊 特別注意,這個錢瓜,後面的是xl l不是1 常常打錯 我是建議 像這邊的盡量用什麼,自動產生的 你不要自己打 怎麼自動產生 你打一個 Range A1點嘛 它會出現,你打個1嘛 1一定會and,你用點兩下嘛 那錢瓜糊 它會有一個清單,你上下左右選一下 它這個xl done 點兩下 保證不會錯 OK,所以我建議你有些東西不要用自己打的 因為自己打 不一定對 但是選的保證對 絕對不會錯 那因為寫程式最怕就寫錯任何一個字 一個字錯了 你程式又有bug,又沒辦法run 那底下一個點,點Raw 打一個R就出來了 Raw就出來了 OK 那把它加1 有沒有 向下追蹤到的列 把它加1 放哪裡呢 放這裡 所以你會發現它的 Distination 就放的位置 它會不斷不斷往後面 去做什麼調整 那這樣跑基本上就跑出 OK,沒問題 另外的話,其實這個程式你會發現 這邊有一樓框這麼多 這個是錄製聚集 它一定會幫你產生 但是有的時候 像我的習慣,我會去 把裡面每一個每一個 到底它什麼意思呢 會去看官方的 一些說明 你可以怎麼看呢 在這個叫query table 這個query table的物件 有沒有 query的查詢 查詢表格 意思是查詢網頁上的表格 那我按F1 它會怎麼樣呢 跳出那個相關說明 那我會去查 每個 參數裡面到底要怎麼怎麼用 裡面都有相關的參數 然後裡面的話 query table 然後點進來的話 裡面有一些相關的說明吧 那我會去查到它裡面的 每一個每一個 屬性 相關的項目 那到底需不需要呢 後來我發現 其實 底下這邊 基本上只要留 三個點就可以了 其他都可以三 那三個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留那個 這個可以三 從 Designation底下 一直到 Web Formating Formating就格式 意思是說要不要留下網頁的格式 這邊有個 沒有 那表示說 從 這個 Designation下面這些 都delete掉都可以 有沒有 所以只要留什麼 不要格式 然後第五個 table 這兩行 那再來的話 一個refresh 這些呢 通通都可以把它刪掉 好 有沒有 清爽許多了 其實 當你不刪也沒關係啦 但是刪了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城市 其實就會 看起來感覺 就沒有那麼恐怖了 OK 而且越來越 爽朗 那 執行 OK呢 執行試試看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你不刪也沒關係啦 我是說 我習慣是 因為我城市 習慣就是越短越好 有沒有 越直覺越好 OK 寫出來看一下 看能不能跑 直接執行 好 你會發現他就 跑57次 那就幫我把所有的東西呢 全部都下載下來了 哎 你看